民进党在做败选准备 国民党也做好胜选准备吗 好像也没有 我让这个大使来谈一下 这个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每次讲到这个领造 我们网友也都很生气 先不要生气好不好 好 大家耐心看下去 这题也很重要 侯友宜 为什么还不表态 对不对 他又出席一个 这个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 当然大家就劝酒啊 劝敬啊 劝敬啊 等等 那他这次也待诚意十足 待了四十分钟 不像以前打过招呼就离开 所以所有人上去劝敬他 劝敬声不断 郭正亮就开始平息 如果民进党推的是 这个德美配的话 国民党是不是也应该男女配 侯友宜可不可以考虑 卢秀燕 卢秀燕配 从这个民调来看 浅蓝中间选民 对于国民党总统由谁参选 内部高来高去一直很厌烦 是不是 这个民进党当然了 这个关起门来 打得平平平平平平 血流成河 但是门一开 对外是非常的团结 但这刚好就是国民党的弱点 这次拜托 不要再来一次 赵浩康也说 也在呼吁侯友宜 想就大胆说出来 我要 不要等别人黄袍加深 出来征招 如果一直拖 一直不讲 那个气势就拖下去了 当对侯友宜来讲 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觉得他干嘛讲 应该表态的是谁 应该表态的是朱立伦 对不对 朱立伦你应该 从民调来看 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 进行初选 然后你应该把你心中属意的人 或者是说 你应该表态怎么样来做 所以你觉得侯友宜到底应不该现在表态 现在算不算是早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要等那个党的一个 初选机制出来以后 大家候选人才表态 现在你这个党的这个 这个初选机制 也搞得这个装神弄鬼的 大家都不晓得你是什么游戏规则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点 内部高来高去 让大家很厌烦的感觉 也就是说掌握党机器的人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让人家相信 这国民党一知一知一知的问题 国民党重要选举都不是败给对手 都败给自己 都是败给自己 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我今天讲得很清楚 就出在党中央 都是党中央把那个 把那个整个初选程序的这个 合法性 搞得大家无法相信 然后 不搞初选机制呢 最后呢 常常两组三组候选人一起出来 搞得两组候选人 跟别人一组候选人选 这我不要讲太多次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说实话就是怕重蹈覆车嘛 可是这个过程中 党中央要很快把初选的机制 不管你要征召也好 你要自己出来选也好 你还是要用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全民调 或者党员投票 不管怎么样 你要攻读一个方法 所以我讲得直白一点 现在大家都把这个压力放在 侯友人的身上 你赶快表态啊 表态当然要不要啊 像赵岳康就是 这对侯友平 对侯友宜不公平 绝对不公平 现在在这边叫这个叫那个 你先把 你不要先把初选机制讲出来嘛 对不对 你初选你总要有一个程序正义 对 而且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怎么讲呢 坐庄的人自己也有意愿啊 坐庄的人自己有意愿的话 谁敢跟他现在 现在表露这些 表露自己的动向呢 坐庄的人一看 你真的出来一两招就把你做掉了 对但这次我们看到也算是民气可用嘛 从九合一大选到立委的补选的胜利 所以这个说实话 大家也许不是那么支持国民党 但是大家有个心愿把民进党拉下来 那我让杨明来补充一下 有没有更多的讯息 那你觉得呢 侯友宜会表态的朱立伦呢 今天有一个讯息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是什么 是柯文哲说这个郭台铭本来跟他约 二月中旬从美国回来会跟这个柯文哲见面 结果重点是昨天有个新闻说明天 郭台铭就要跟王金平到土城去拜庙 郭台铭昨天还在美国 昨天还在美国 他今天特别为了礼拜五赶回台湾 而且是提早回来 他原本是预计出国 你记得他大年初一还去拜庙 他是过年期间才出国的 就为了他本来据说是要待两三个礼拜 结果为了跟王金平合体而提早回国 那绝对事出有因 所以侯友宜没有一定哦 侯友宜要注意这件事情哦 就是郭台铭如果有什么动作 明天而且他选择是在新北 在土城 所以我觉得如果蓝军真的认为侯友宜 就或者说侯友宜身边幕僚 真的认为侯友宜稳了 这个党就是你了 有点太早了 绿营的定于一尊都还有问号 蓝营是目前是很多个问号 所以我觉得现在侯友宜 如果你觉得你就躺着 就等着被提名 蓝营被征召真的这个逻辑绝对不同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要表态一下 基本的表态我觉得是有必要 或是说至少你可能要带一个时间点 当然现在很多的蓝营是很急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看到绿营好像已经底定了 绿营都在讨论副手了 我们怎么还在那边讨论谁来选 会有一种很急迫 而且大家又不想要再犯所谓2019年 那个初选导致整个党内撕裂 分化的那种情绪 所以我觉得蓝营的支持者现在期待的是 党有一个目标 党有一个方向 然后赶快把这个案子方案定出来 要整合再也要怎么整合 要怎么谈 赶快有一个启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郭台铭的动向 明天开始 大家就会成为这个 一定成为媒体焦点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你不要忘记 是柯文哲自己说 下一步王金平见完要见他了 所以你知道 这变成说所谓的在野势力 毕竟郭台铭现在某种程度上 形式上他不是国民党员 他退党了嘛 所以国民党要用什么方式跟他整合 这个后面都还有的巧 好 所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是不是台都到了炸锅了 对 这个架杠的台独 这才叫做绿道骨子里 这个绿道出之 大家现在怎么看 这个赖清德自己觉得改革论书 自嗨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中华民国已经是独立国家 我们不用再做任何事情 台湾就已经独立了 对不对 当初大家就在讲 你这样台独会接受吗 当初台独人是最愤怒的蔡英文 都已经完全执政了 第一次的时候 你还没有完全执政嘛 在野党撤肘啊 你完全执政了 你还不宣布台湾独立吗 你还不去改国号吗 不去修宪吗 但是没想到 好不容易轮到台独金孙赖清德 他的说法一样 所以台独大佬忍不住 所以你觉得呢 什么美配的前面 这个是不是会被换掉 好 我来分几个点来讲 就是说第一 我先讲一下赖清德的状况 当然赖清德号称台独金孙 所以这些台独的 这个死忠教义派的人士 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没有想到他连选都还没选 他就已经把路线先做了调整 所以当然赖清德接下来 一定会面临来自于台独基本教义派 很猛烈的攻击跟质疑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就是美国跟民进党 现在一直在玩一个话术 美国一直不断地跟中国大陆保证 绝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个民进党也一直对外表示 台湾不必宣布独立 台湾已经独立了 你仔细想一下这句话的逻辑 如果民进党认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台湾不用宣布独立 也就是说未来根本就不会发生 台湾独立这件事 所以美国的承诺是等于是空话一场 所以中国大陆不是不懂 他也不傻 你现在在玩一大堆的文字的游戏 然后你在新建立起来的灰色地带 不断地游走 所要做的 还不是让台湾更趋近于 是美国的盟友 甚至认为是一个美国 这个全世界可以承认的一个国家 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不会笨道去相信美国这样的承诺 同样的台独的基本交易派 对于民进党现在不断地在宣布这件事情 他们也并不买单 这两边都没有买单的 就是你刚才听到这位律师所讲的 他根本不买单 什么叫做台湾已经独立 台湾不必要宣布独立 他要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独立 他要的就是你旧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 什么穿裙子的这种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这样的一个论述 最后两边都没有办法得到信任跟肯定 好 那回过头来讲 你说萧美琴会跟谁配 现在看起来当然是赖清德 因为陈建仁跟郑文燦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有足够的政治能量 在未来有没有可能 没有人知道 那要看他们接下来 他们的表现跟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萧美琴绝对是副手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碧如姐的推断非常的准确 因为我先前也听到了 就萧美琴对美国来说有特别的感情 就美国认同萧美琴 那是因为萧美琴在血缘上跟美国就有连结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 萧美琴绝对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个传身头 或者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这个傀儡 对美国来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说要换吴钊蟹去 美国不见得会同意的原因 其实国民党过去也不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国民党过去在执政的时候 我们派驻美代表 我们也曾经有派过美国不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只好换人了 所以这对美国来讲 美国是姿态很高的 就驻美代表我还要挑了 你派来我不满意的 我就给你打回票了 那美国现在手上有好好的萧美琴这张牌 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吴钊蟹吗 那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我包含大使讲的吴钊蟹在华府放个炮 跟在台湾放个炮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萧美琴当然会成为 美国绝对可以信任的傀儡 可以让美国老大哥的意志 如必食指的贯彻到台湾来 那对赖清德来说 萧美琴当然是一张好牌 因为它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萧美琴跟蔡英文的关系匪浅 我让萧美琴当副手 你英系总不至于太扯我后腿吧 第二美国不信任赖清德 可是如果有萧美琴当副手 也许美国可以放下 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感 重新对赖清德提供支持 所以这对赖清德来讲 这对民进党的任何一个 希望争取美国老大哥 青睐的眼神的候选人来讲 萧美琴都是一张好牌 那这样子赖清德存在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呢 赖清德现在对他来讲 我觉得他只要能够撑到 参加总统大选 而不至于被民进党拖垮 他就已经奥弥陀佛了 那在总统大选能不能够打赢呢 那又要看美国老大哥 能够帮他多少忙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刚才看到街坊了 台湾的年轻世代的以美论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这不是赖清德一个人出来说 你不要怀疑美国 大家就可以放下心中的怀疑的 因为美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 所作所为 台湾只要有眼睛的人 只要看得到国际新闻的人 大家对美国都不会信任 所以你说就算赖清德 争取了肖美情当副手 安抚了英系 得到了美国的认可 赖清德能够打赢总统大选吗 台湾人民还会对美国言轻计从吗 年轻世代还会相信 美国会不顾一切的保台吗 这些我认为都不可能 所以赖清德的胜算 也不见得这么高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